2月12日下午 神韻世界藝術團在芝加哥市的哈里斯劇院 進行了第三場演出 再次全場爆滿 觀眾為神韻精彩的演出感動和傾倒 有很多藝術界朋友的Kristina Miller女士表示 神韻的歌曲非常震撼 要與藝術界的朋友分享觀看神韻的體驗 超級 YOUR隊友是力氣的 拍攝非常有效的 跟舞者感興奮的 作品只是現在的夜拍攝 和歌曲的香港 的卷彩品是有效的 極力的 我夫婦寫了 彩的劇院是去廣街的 芝加哥紙進 所以我們就去演出 給了全oud的歌唱歌 咱們的第二場場 它是很小的 是很小的 是非常非常之心 我真的愛這個演出 幼儿教师亚迪尔刚格莱子来自古巴 那个共产制度下小女孩受迫害的节目令她感同身受 房地产商Christina Miller的朋友是Jeffrey芭蕾舞团的编舞 Miller女士要和她分享看沈韵演出的体验 新唐人记者 婉迎陈雷 美國芝加哥市采访报道